歡迎我們唐正維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這是比起上第一次 還是第一次 每次來這邊都這樣很開心 然後能夠跟大家交談意見 那我想各位如果之前有看過 我在YouTube上面的 就是博恩那一集 就是說YouTube上面 還會在演講 就是可能知道說 作為影響會沒有固定的簡報 是由大家來決定我要講什麼 所以現在大家如果有手機的話 慢慢來掃一下 是有機會後面 然後如果掃不到的話 那就也歡迎就是 介入slider.com 然後輸入002.7 請到不用輸入 如果你用的是電腦 我可以想要大家多使用手機 然後在這個網站裡面 我們算是有點功能 一個是說你隨時想要問我的任何問題 它的名字就叫ask or drink anything 所以就是literally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直接在上面 匿名的發問 這張地方好處 因為我知道 有些問題是你舉手的 還不會問出來的 那所以就可以匿名的問 不用擔心這個 對 緣服的優勢都還花手機嗎 沒有人知道是誰問的 那另外一個事情就是說 在上面的問題呢 你可以按讚 按讚的數量越多的 越會跑到上面 那跑到上面的呢 我就會先講 那跑到底下的呢 我都會看過 可是如果時間不允許的話 那當然就也沒有辦法都講 所以各位也可以先想想說 到底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說 你想要聊的事情 那這個我國序為外交 一點關心也沒有 那也無所謂 那就是 大家想要聊什麼 就聊什麼吧 然後我接到的是說 我們有一個半小時 到10點半 OK好 那所以這個10點半就 以前就完全靠大家決定了 我剛剛講這麼多話 其實當你們有時間掃出來 所以大家都掃到 OK好 那就這樣 那就這個 有空就開始玩問題吧 那我先訓練一下 我通常就是 在國外給你們這樣一個方法 那其實我的推特商號 白的位 那叫做TwitterLGT 那在這個上面可以 很明顯的看到說 好像說這塊區域 完全是被模仿部 就是規復了 這個區段的承受 這個所有的Logos 包括台灣LGT HELP LGT 去發展 標語版自新世界同行 以及這個英文的 Break and Confident Wonder with the World 就是這個規復提供的 那然後 我們在這個 在上面的工作呢 大概就是 不斷的去分享 就是我們 對就是大家幫忙的事情 那當然在競選期間 也這個會訪問一些 總統華翔德主啊 然後來告訴大家 什麼要怎麼樣 讓大家更認識台灣人 讓台灣更理解 所以這邊大概就是 我跟各國的朋友 發展這個論述的一個平台 那所以是有人問我一些 比較這個敏感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想出一套新的做法 那想出一套新的做法之後 我也會看出一套上面 大家的反應 那如果反應好 我發言的這個就會變成 我接下來的這個 會出的一部分等等 那所以我想 分享的第一個 point 就是說 其實網路的特色就是 在它是多項的溝通 每一個在網路上面的微微 在網路上面的行動 它不是只是像 兩位人直接面對的 那時候是給對方看的 相反的 但是它有一種表演性質 就是它是給旁邊的資格 人帶的 為什麼一個討論圈裡面 那麼多會問 你只會其中那一個 就是看起來有建設性的 那就是因為你要告訴別人說 我只要有建設性的 如果有一個就是論述 你覺得是非常厲害 那你如果retweet它的話 那只不過是表示你認同 然後加上一個梗的話 就是讓大家能夠會心理笑的話 那大家就會把就是 你能夠讓人會心理笑 跟這個改變在一起 不過這個就是 博恩他們 我們看到無法當成員 這個都很擅長 所以我覺得不多講 這個基本的概念 大家各位也都非常了解 說定都是Instagram 或者是很厲害的直接處等等 但是這個就是 我們在說為一個特色 就是梗吃無國界的 它比較短推薦吃 在哪一個國家 我吃頭在哪個國家 那這位這個德國人參觀者 是在哪一個國家 而收到的人是在哪一個國家 這裡就有四個 jurisdiction 有四個文化 那這四個文化 中間是所謂的transcultural的整法 就是這個 在化之中 在文化之中 就是說在各種各種不同的 cultural perspective裡面 你能夠看到 別人是怎麼看你的地方 別人是怎麼看你的主張 然後大家一起remix出來 變成一些比較有意思的新的歌 所以這大概就是 我不管在推特上面 我們在其他地方做外交的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做法 就是不斷地想出一些掉牌 然後讓大家能夠 一想到這些歌 然後就想到 跟它幹掉或之內的 那這個只是 同樣的我只是在就是 配送時間 讓大家有機會問問題 好所以終於有各個問題 我們就終於進入正題 還不錯 但這次還蠻踴躍的 那然後隨時如果舉手發問的話 有些順序包括螢幕上面的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有勇氣舉手的話 那應該也會幫忙 你麥可摸 看到有一個無限版 那如果這個覺得我的回答 我滿意的話 那也歡迎追問 因為追問最新的問題 會跑到底下 所以這個我也是看得見 大家還是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 那就開始了 有三個可能想知道說 怎麼會想到 以視聚方式出自已相關的會議 在推行的實務上 例如像設備的 像設備的主辦方的介紹 有沒有遇上什麼阻礙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自己在 雖然說在系列工作 但是其實像我跟蘋果 或SERA做了六年 我從來沒有去國度的進行 我們全部都是用 視聚全員的工作 那我的時區上面 我大概都是在 就是雜發雜走 左右的這個時區 那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劉慶同時 跟我的時區有三個距離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這個人 非常抱怨開用上門會議 那我只要跟我的客戶 在同一個時區 即使我們在哪一個房間 他們就有藉口 跟我開用上門會議 但是當我當誤問的時候 我就可以說 我都已經半夜切出來給你們 他們那時候才剛好上班 對不對 我已經切出來給你們 我們Stand up meeting 三大命名是什麼 就是站起來開會 那我們像我們辦公室 當組成的時候 所有人都是站著開會 每個人都會講 今天還有什麼事情 那因為站著腳會痠 所以你就會講重點 如果你是坐著開會的話 那你就會很冗長 沒完沒了 那但是因為大家站著腳 然後主管的腳也會痠 所以就所有人都會有 社交壓力 就是要彼此講重點 可是隔著網路 你辦法確定 對方是站著的 所以說你要怎麼樣子 就是inforce這種這個norm 那就是靠市區的差異 所以說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就說半夜了 我就切這個一小時 給你或講一講我自己 就有點昏昏 意睡 然後你也看得出來 所以他們來講說 他要我多一點時間給他們 那好像就要早上六點醒來 這個系路的人也不是很願意 因為他們都是夜帽子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settle到一個 那我就是每天半夜 米十五分鐘 那真的有什麼需要的 那最多extend到一個小時 那但是呢 我就是失去一個出行 那如果真的需要限定 或什麼勘查 或什麼之類的話呢 他們就會用一個很手的技術 叫做double robotics 那double robotics 其實現在已經到第三代了 那第三代比我們之前 就是在許許多多住處 現在住處都知道 我們只要租一台這個 就可以隨時招攬盤放了 那我用這個去羅馬那邊 羅馬大學演講的時候 當地住處的朋友 用slider問了最後一個問題 然後呢我就回答了 我回答說當然是走到他前面 就真的之前走到他前面 然後他聽完之後他反應 然後他說你知道正文 我有一個最反應的事情 就是我不用去接機 就是 因為外交部有很多送往迎來的 這個工作 然後我只要去飛一趟羅馬 他們這個一整天的時間 就不見了 因為就是要到機場等我之類的 但是呢因為機器人是他們 帶去會場的 或者會場的組繁單位租的 所以我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他到的時候機器人也到了 等於我跟他隨時都是同時到的 那他就是我講完之後 那機器人就park 起來就旁邊充電就好了 他也沒有送機的問題 所以說可以說是大幅的 減少了這個外交人的負擔 那我們凡是這個減少公務員 負擔的事情 就會做得永續就會長久 要公務員報端的 大概就是主管犯了就會停下來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首要的 用這樣子的視訊和視線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要檢定 檢定的住處人員的一個麻煩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麼可以看到現在 他非常的先行 就你根本不用用 生產左右錢去動 他會給你看這個你的範圍 然後教室我要走到那裡 然後他就有點就是掃地機器人 這樣講好low 這個自駕車那樣子的 就是走過去 那走過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上下左右去旋轉 然後呢就可以有一個 跟別人有過敏在上的狀況 所以像我們之前巡視通常 或者巡視一些東西 如果在業界的時候 大概就是這樣子 來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也非常的就是方便 那因為它是這個Auto Balancing 所以只要它的地方 旁邊有在我們一臂之長的 這樣子一個瘋狂的距離 大概就沒有問題 那我只有兩次就發生過 駕駛意外 一次是在故宮南院的時候 差點撞到那個檢票口 因為檢票口 它的那個鏡頭是從底下 它沒有照到左右的那個 所以如果你要過 Narrow Pathway的時候 會要 something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到MIT Media Lab的時候 我就開到電梯裡面 然後電梯門一關起來 受不到我已經要呼吸了 然後呢 它的那個Auto Balancing 就出狀況 然後就這個 就仰面子 就是這樣子翻倒 翻倒 然後我醒來的時候 我一直在看 我醒來的時候 因為我網路就斷訊一下下 然後就這樣說 我在看電話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收到這個 就您的APP 掉到地上 然後浮起來 所以就是 除了就是在 忽然間會失去網路巡訪 這個就可能要被人的方案 死去或什麼的 那或者是說 在一個很狹窄的 左右的小境 這兩種情況下 比較有注意 那其他地方 你能夠到Auroflex 大概是 都沒有出過問題部分 非常非常的經常 在使用這件事情 所以其他設備的架設上 就是跟當地的人租 那這個到處都有 所以租就是 已經租得到 那你只要事前 prepare in advance 那跟Dri-Fi的方式 你要確保一個Wi-Fi 那這個Wi-Fi 你最好是 專門給這個機器人 用你所有的密碼 那因為 不然的話就是 兩百人進來 不然Wi-Fi變化了 然後就要這樣 一個女婦在現場 所以 大概就是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像我們在那個 日內玩那一次 那一次其實 是我參加的 第三次 有很多講話 為你使用視訊 只是那一次有試過 所以就被記者 不小心發現 我們來想要 能低調的人 遇低調有可得 那一次就是說 我講到一半 然後因為 再講很多人連Wi-Fi Wi-Fi的頻繁就下降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表情就降在那邊 然後這個 那個影音還是記取啊 所以還好啦 對 但是總之就是看起來 就不免有一種 這個 就是遺照的這種感覺 但是 自內的這個 專用的忙碌 其實是相當的重要 那其他都沒有遇上 什麼滋味 因為這個 這個機器人 非常密封 所以它可以到我地方 大概都可以到 那真的沒有機器人的話呢 我們還有另外一招 那這招呢 就是真的是 就是講穿了不是一文錢 就是 一個很簡單的 夾具 是不是 夾具呢 我們就把 這個 霧宏的兩個剪刀 把它看來看 然後 變像霧宏的 霧宏好像是這裡 好 就是這樣子 講穿了不是一文錢 它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 有一個可以伸縮的 不是伸縮啊 扭轉的一個 一個架子 它可以加一台12層 很大的iPad 那 我通常的做法就是 加這樣子架 加在這裡 然後呢 做我右邊的右方 或者是與我理念 相近國家的代表 就誰發言的時候 把我轉到 那個國家去 就是說 如果這會一定要臨時 然後你輸不到機器 那你就說 我要一個iPad夾 這個是一定有的 任何地方 像3C這種地方 3C這樣的一定有 比如說我要這種 就是iPad夾 才可以稍微 能轉方向的 那不能能轉方向 都無所謂 然後呢 就放在旁邊的椅子上 大概就可以完成 那即使裡面 那個都沒有 那我們有一個最可難的方法 就是只有一台iPad 而你沒有什麼任何 別的東西的時候 你必須要再 施定地方法院 那就是這樣子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個固定的架 會放在椅子上 也沒有辦法轉頭 但你盡量放在這個房間 最後我們也是 你可以看到所有人 然後呢 這個時候 因為這樣看起來很突兀 就是一個艾瑞的選項 不在空中 所以他們就有找了一個 法頭來 拼在那個檔心裡 所以看起來就 還蠻威脅的樣子 事實上一點點不危險 就是 你沒有別的選項 的時候才這樣子做 所以以上 大概三種之中的東西 希望有回到 正 四位朋友的問題 有 就在聽完朋友問說 請問政府是不是有 我跟Facebook合作 在FB平台上面監控民眾的 言論 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你如果看地球的話 任何人都看得到 那這也不用什麼監控啊 就是 我每次這個 對什麼主題一關心呢 就 就在Facebook上面打這個 當空 然後選Search Box 然後選全部貼文 然後就這樣子 其實 就是最近真的提到 當空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 就是沒有什麼監控的問題 就這樣 包含昨天這個吃飯 可以讓我照顧 我可以帶起來 願意不明 對 對 那所以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用品牌內間的搜尋公民 我並沒有做任何所謂的監控 那只是說這個搜尋公民 你 就是要比較善用 比方說 他沒有用hashtag 他是用各種不同的 同一字 反一字 這個台灣品牌 可能寫成台灣夢 他或 可能是貴國的某一位同仁的主義啊 等等等等 就是你要了解某一個可能 他現在已經 變成各種各樣子 各種的變形 那這樣的話 他的各種不同的品法 你大概都要能夠了解 那你就 沒事離開幾個台灣 那這個也不需要什麼廠商 也不需要寫什麼系統啊 那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快速的回應 就是所謂的authentic response 因為如果你不快速回應的話 那對方就會覺得說 那他對你一個既定的影響已經形成了 所以我們在行政院 有一個基本的二二二的原則嘛 就是在兩個小時之內 有200個字之內 然後出雅上去回應 那這樣子的話 那對方就會一下子 就對你 那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影響 我們舉個例子啊 就是 他們是一個公開的page 所以應該 我可以用來跟大家做個例子 好沒關係 中國國民黨台會是 南港勳的這個青年的一個黨部 之前有在我這樣子搜尋的時候 看到說這個 就是他對於我們昨天上線的那個口罩地圖啊 有一些立品指教等等等等 那這當然都很好 然後他po的時候呢 我不到兩小時大概三十兩小時 我看到這個 那因為我有罐頭訊息 所以我就直接私訊 那因為我是個人帳號 我不是專業帳號 所以不管他是專業還是個人 我都可以私訊他 我就私訊他 然後我就說您好 感謝關心系統制度 到今天上午時間二十的時候 那負責的工程師同樣調整三出之後 期間詳細系統儘管定業 也歡迎分享給有需要購買口罩的朋友參考 也就是說所有情緒性的部分 人身攻擊的部分 原本我就不分享給各位了 因為他那樣圖片吃得下來了 那就是我就完全不回答 我只回答他的那個 就是那到底系統要不要修好 有修好是一定二十的 都可以修好 那而且還歡迎他分享 就是充滿了正能量 那但是呢 對 那分子不夠 就是說你後面還要背一個記憶點 那這個記憶點就看對方的性質了 那因為對方是中國國民黨台北市的某一個青年黨部 所以我用的payload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另外想跟你分享的是 我記錄他的機也沒有檔視 從二零一四年底就開始 行政院同仁 合作 異經貌使國中和鎮定 全外界的蘇貞昇院長 一向秉公而行 不因執政者而有不同 兩週年的回顧影片或可參考 我的工作紀錄一向完全透明 請再次審閱 原本反對黨 我要再次審閱 那家父是民國空軍子弟 你為外國產業入軍服務 或成長輩教會 就是你要用那種panda長輩 會用的那種就是書寫方式 對 那目前各國進行具體的做軍事 我們要去武士大會 現在還去建廠 也換你這個方面 在車來去 那個廠沒有用惠物的那個廠 那個廠真的比較大 就是建廠那個鹽的那個廠 那柯文以後就會學到 對那但是我認為 就是說我們要特別去用古文 或者去用文言 但是用的就是 可能就是長一輩的朋友 會用的這樣子一種訊息 那這個的目的其實就是 把它設定一個frame 就是他們平常在 他們內部溝通的時候 也許就是用這樣子的文字在溝通 那這個就是叫做 社羞邦定嗎 就是我們是一家人 這樣子的一種概念 那確實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尋前就是韓粉 被英粉大造詩的時候 去訪問兩邊的最流行的成員 這個他們對國家最重要的 這個方向的看法 南越北斥都不一樣 但只有兩個是一樣的 第一個是說我們的民主應該深化 第二個是我們應該 藉由這個深化的民主 跟各國建立夥伴關係 只有這兩個是相同的 而且雙方都大幅贊成 而且覺得對方是暴民 在阻止這個方式的造造型 什麼之類的 但是無論如何 雙方對這兩個的核心價值都贊成 所以我們的core communication 就是這兩個價值 我們的民主正在深化 需要大家的幫忙 以及我們是藉由民主的深化 跟各國建立夥伴關係 所以他就馬上感謝 是我們為國民健康做的努力 然後馬上就把他的圖換掉了 對對對 然後這個 對 就就換成了一場國旗 非常棒 對 所以這時候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溝通的一個成果 那重點就是說 我完全沒有任何強制的 命令式的 或者上對下的 或者怎麼樣 完全就是用一個非常diplomatic的一個方式 去即時的回應 可是你可以想想 我如果是睡一覺再起來 已經過了一天了 那他對我的既定印象已經形成了 我再貼完全一樣的 就沒有用了 他感覺就會很縫刺 因為他冒了一個長期記憶 睡了一個叫做暖期 就寫進長期記憶 所以就重點就是在他們 attention span 還沒有消失的時候 還在兩個小時之內的時候 去做這樣子的快速的回應 那這個時候 就要有很充分的 各種各樣的彈藥寶 準備在那邊 所以我剛剛的 每一段payload 都是已經寫好的 那所以我就是 按照對方的形式 選哪一段payload 這樣子上去 所以這是一個 就是很具體的操作 那所以 你說有沒有監控民眾 演了 這個講的可能有點 就是言過其實 如果你是設定朋友 我看不到 因為我的臉書帳號 其實就不假 就是你家族網友 寫假裝沒有看到 那是完全沒有一個公務的帳號 那所以 但是如果你看地球的話 大概就是我的帳號 所以希望你看到 我們有人舉手才好 來 唐正瑋早安 我是時尔浩金索 那我想 外交有很多內涵 那我們今天 比較常看到的 就是關於在於 呃 代表政府 代表國家立場的部分 但是外交還有其他的內涵 比如說包括外國民眾 增加很多內涵 那我有聽說像國外他們可能 有設立一些 機動性出位外觀的工作 或者是像是 外交部會設立 外的外交部會設立一些 呃 知識社群對前言外交官做 知識上的支援 那我想證為在這方面 我們國家目前有沒有發展 這一部分的 呃 已經在做的事情 或者是未來的計畫 謝謝 知識外交官的支援 後面那一個是 可以再講多一點 喔就是 他 呃就是 比如說 因為像 有數位科技之後 全球的外交官 就好像是一個整體 那今天假設我在外國 遇到了一個問題 那我可能會 對 在過網 沒有這些數位科技學院的時候 我可能就只能 向外觀的球員 但是今天如果有 呃 一個知識社群 或是全球的網路之後 我就可以 向其他外觀同人 或是 部內的 嗯 同人球員 那大概是這個意思 你知道嗎 對 因為我所知 會部是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 除了拍電報 就是 常常都是 就是先telegram 先聊一聊 然後再去拍電報 就是已經是雙鬼刺 這個都是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我也不算特別爆料 所以就是 我想就是 會有各種各樣子的群組 這個是 已經很確定的一件事情 那 所以 依我所知就是 每一次在 尤其控制 或推案 這樣的時候 他的新聞的工作 他的 呃 就是對外的行政的工作 等等等等 他就會抓好幾個群組 那 我有的時候 就會被抓進去 因為他們會問我說 欸 請你這個 帶你的小編這個進去 那但是其實我的 會對的小便就是 會補的同仁 所以 這就是 他已經在裡面了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 因為我們的辦公室 比較特別 我們的辦公室是每個部會 各派一個人來我這邊組成的 我不是強制 不然我就有三十二個同仁 我現在只有二十個同仁 所以有些部會沒有開 還有包括播放部 所以我不知道播放系列 那但是 外交部是有同仁 他來我們這邊的 所以 他就是等於是雙重生分 一方面 他是外交部的同仁 但是二方面 他也是透過我們 這樣子一個跨部會的平台 他可以直接在我們 內部的這個討論區 去做一些徵詢的工作 包含對我們 我們跨部的同仁 對我們的 我們就是 這個教育部 這個競爭署 內政部的同仁 然後NCC的同仁 然後很多些 跟一種比較有關係的同仁 財政部 現在預期的法務部 等等這些同仁 大概都有在我們的 這個工作的平台上 所以第一個是說 外交部內部 也就有這樣子的系統 二方面是說 我們也提供這樣子的 一個叫做Sansorm這個系統 給外交部的同仁 那以我所知外交部 也有一些同仁正在試用 那這個Sansorm系統 就是EY.PW 就是EY.PW 任何人招有公務帳號 就可以來參加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就是我們所做的 所做所為啊 所有的事情 任何人現在在我的店裡面 哪些人在線上 哪些人不在線上 哪些人現在正在行什麼專案 哪些人正在做哪些工作等等 我們都可以直接的一目瞭然 那如果你用過TRAIL 現在大家應該都用過TRAIL 如果你用過TRAIL 它就是向TRAIL 致敬的一套系統 意思就是長得一模一樣 的一套系統 叫做WEEKEND 但是它是完全 就是資安處認證 也是我們得到國際資安競賽 DEFCON CTFD二名的白帽 黑客人者完全安全的一套系統 那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馬上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在忙什麼啊 像這個向山致敬馬 我要忙啊 向海致敬啊等等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哪些誤會的代表的同仁 現在正在線上 然後我們的每一個案子 然後也像說 接下來要求 這個十佑年添加加40的這個 法規預告案啊 有哪些代案的事項啊 誰之下也要做什麼啊 等等等等 全部都放在上面 那因為我不接觸國際資安競賽 我們已經知道 播放都沒有同仁在我身邊 所以我隨時都可以在演講的時候 電影開這個 那大家就可以馬上 一幕了然的 不但可以看到我們 正在做什麼 而且事實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可以看到我們 就是正在吃什麼 那因為在這個雲牌上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功能 就是一起聽便當 我們這個禮拜 就是用我們同仁自己開發的 這樣子一個工具啊 去發行政院 付近80塊 最久要吃一下 好好多吃一百塊啊 那個80塊能夠 買得到的東西啊 全部都掃瞄建檔 那或者是有人 然後我們同仁當選了 模範國務員啊 那你可以就多花一點餐費 就是要吃壽司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就是我們平常啊 平常大概都吃在 那這個說吃點15錢 下號禮售 而且他會記得 我比較喜歡吃 買歌賽好 然後就是自動信用賽 那所以你如果要統計 這個各部會 對某些議題的這個意見 那或者是說你要搜集 就是比較廣泛型的 像Google phone 那樣子的搜集 的話 那就非常歡迎 這裡有沒有透露 這個自己 應該是沒有啦 就是他們喜歡吃什麼東西 對吧 所以我們就可以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盡可能去減少協調成本 因為如果你一個一個打 然後有人去選賣 或怎麼樣 非常非常麻煩 但是如果你也要約共同的日期 也要做一個共鳴 也要共用一個失算表 也要共用一個工作環境 大概在就是Google app 裡面有的這邊 全部都會致敬一份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你可以在自然無語的情況 然後就是隨時 這樣子的去做 然後邀請各部會的同仁來 執行你的這個推案的工作 所以三種就是完全免費的 我們就是各位拉過水了 已經付過錢了 所以歡迎多加使用 大概是這樣子 希望也會拉到裡面 在這部分 那至於您剛剛有提到 就是就是對外的 就是有點像數位外觀 那可以再多申訴一下 我聽到實際上 就比如說 有些外觀 他比如說 需要在某些點 辦點部的時候 他就會幾個不同管的人 就是連上線 然後在當地的某一個地方 可能就成立了一個 臨時的數位外觀 那有需要的人眾 就可以去找他們 我聽到的是這個樣子 對 那我想就是釐清一下 這裡講的 有需要的人眾的意思是什麼 是說比較像國人的 一般的支援 就是什麼勤單救助之類的 還是說他是已經特地拉到 經濟組文化組等等的 這個誤會工作 我想可能是各種方便 都包括比如說像民眾 因為外觀有不少工作 他們可能會需要服務民眾 可能會臨時 就需要 比如說有個國際會議 他可能就不派一個代表團 他就臨時從附近的外觀 就組了一個 利用數位組了一個代表團 去參加這個國際會議 那這些就會變成是 比較臨時比較機動性的 他們不是藉由很正式的過程 去形成一個代表團團 類似這部分 有的 這個給我很理解 就是浩平那時候 某些重要的國際機會 將會議突然改變一點的時候 那或者是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本來就是在各處處之間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很像的一個系統 但你在講的可能 故事是為他人員警戒嗎 有幫助在地的評重 還有比如說像 我有想到比如說最近 我們有就是安倍的問題 那可能我們就會 在某些地方臨時 就會很需要宣導工作 或是發放一些物資 或是蒐集情報 那我們就有 因為我們的做案總數其實也不多 但是我們現在就會臨時 需要在某些地方 佈很多點 這是根據疫情的分布來決定 那這國際的想法就是 會不會有 我們國家有沒有在類似做相關的 有 這個大概不會法案叫做 所謂代表國家 就是說 大概就是跟當地的NGO 這個是最常見的 跟當地的NGO合作 或者是台灣其實有很多 就像瓷季啊這樣子的系統 就是他們在當地 本來就有很多的職工的朋友們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你只要沒有說 我 我的每一個行動一定代表國家 然後一定要回來這個 地利私見過 那其實你就是 抱持一個 我們也發個字 全力支持絕不主導 的這樣子一個方式 來去進行處理 其實像我們前兩天做的那個專案 你們最近有聽過啊 這個叫做 口罩工序資訊平台 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做出來的 就是所謂全力支持絕不主導 裡面的每一個 就是除了這個網站這個列表 是我寫的沒錯之外 所有裡面的這個內容 全部都是就是好手們來做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會有一個效果 就是說這個叫做 康年喊評論 康年喊就是發明這個 Wiki的那個人 康年喊評論 就是說你在網路上面 你如果只是問 希望大家來幫忙 沒有人會來幫你忙 但是如果你問大家要幫忙 然後你切換你的身份 或養請你的好友 提供一個錯誤的答案 那所有專家都會跳出來幫你忙 因為大家都很想 所謂的打臉 就是來想吃自己 才是專業的 而且它那個解法 真的不太行 那所以當然這只需要一個持力 就是有 你需要有 一開始不怕丟臉 的這樣子一種能力 可是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除非你 能夠把所有的貢獻都列出來 不然他們完全沒有驅動力 來幫你忙 那這就是很像 為什麼我們愛做廟 要刻大家的名字 也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反過來講 如果你一開始 不先刻一個很醜的名字 上去的話 大家也不會知道 所謂的原來可以寫自己的名字 所以這兩個是缺一不可 就是一個是說 你不能讓在地的NGO 或者是我們的僑胞 或者那些人 會覺得你要主導控制他們 因為這樣就是你的名字 不是他們的名字 但是二方面 你又要巧一些暗裝 就是在這個時候 就立刻跳出來響應 然後跳出來響應的時候 又做得很爛 或者做得怎麼樣 那這個時候 明天這個刺他都沒有 來證明我可以做得很好 就是這個力量其實非常非常常見 那所以就是很容易做 就可以調到這個鯉魚王 之類的這樣子 一些 對 所以像這個 這個合作量的資訊品的情況 就是採取這樣的方法 在大概24小時之內做成的 那因為每一個地方的狀況不一樣 所以我很難一概而論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概念 這樣就讓你多一點 好 對 這只是一個號碟 如果有朋友舉手 那時候舉手有點全靠 來 教委您好 我是20號 曾智亮 就是因為我平常 就是在看一些外交部 或是瓜瓜 總統的這個網站 就是Facebook 他們就有一些英文版 然後是為 吸引就是外國朋友來看 然後來推了這個公共外交 可是呢 我發現就是實際上 就是看這些Facebook的人 其實他們會來說是國人 就是外國人還蠻少的 而且是 其實他們都是固定的一些人 那想請問這個 是如何就是 把這些外國人去保留 然後到他們更願意來去看 這樣的一個context 然後來打動公共外交的目的 謝謝 首先我想要講就是說 台灣Facebook的穿透率是一場刀 就是台灣Facebook的帳號 數量也能出過 就是 蠻少見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件事情也告訴我們說 其實 台灣其實是這樣一個 是不是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說 你在路上 看到一個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 你還是可以叫叔叔跟阿姨 對不對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 儒家文化群 就是天下一家等等的 那樣子一個概念 所以Facebook的這種 本來就是你跟你的叔叔跟阿姨 你跟我們這樣子一個評判 會不會今天變成好像 就是Public Foreign 一樣的去使用 但是這個其實是非常特殊的一個現象 並不是全世界 大家都知道Facebook 還不像我去德國的時候 你們就 蛤 你這樣怎麼奇怪 對然後 我去日本的時候 他們說 蛤 這樣子就可以翻拍 一些國新聞怎麼奇怪 對之類 所以每個地方的 norm 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這邊的 norm 是這樣 所以確實就是 您剛剛講的就是死中的 一群人在那邊 確實是這樣 那就是所謂的通文層 那通文層的問題 我想我們與其 這個馬克魯他說的好 與其外媒體 不如自己當媒體 那所以通常我們的做法就是 第一個就是Facebook 盡量不要這個使用 Facebook做為唯一的播放管道 那後面像說特殊 而這些群就很重要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有發言會部的人 幫忙我寫Twitter 這個小編 說這個請挑他的一些 他也得益子做 然後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表示說 他實際上是有reached到的狀情 然後我就說這個 我看一下我們的對話紀錄 就是這個 I have to run to MOFA to lecture and flash on diplomats 然後他就說這個 Hammerholm the importance of Twitter 然後我就說 We will absolutely do that 然後他就說 Send positive examples Power and positivity 我就說 Paste me as many as you like and I'll show it all 這個小編毛是爽文 所以 好 所以 我們就 這個 做到我們答應 貴婦小編 的事情 就是把 全部的 這些事情 這個分享出來 這個分享出來 台灣 is an island of resilience populated by superheroes of all shape and sizes Happy Halloween to this food trick-or-treat from your friendly neighborhood Spider-Man We are from Taiwan 這個是 這個非常有意思的 的 的意思 那這個是 我們知道 這個 台灣 was a non-screen Went backing COP25 那就是台灣 can help的那輛車 那這個很有意思 因為他是 Retweet一個 當時非常有梗的一張圖 而事實上這張圖 跟我們的 COP 好像沒有任何關係 除了色彈一樣之外 他就是硬找一個梗 就是說 就是 also non-screen 我們也穿了綠色包裝 然後用蜘蛛綠色 好像很合理 對 但是這個都很成功 然後引起了對方的注意 然後 那這是 這是一招 那或者是說 台北方 我們都知道這個 espatini 這個 因為不想要被認成瑞士 所以就改了名字的那個國家 這個算超台 那所以這個 我們這邊就說 Wars coming from all shapes and sizes espatini 然後 所以我們就 來表示 這個其實就有 有點跟我跟那個 國民黨情網位的那個 就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 你融入了當地的文化 變形了當地的文化 你從當地的文化 回過頭來看 你正在做的事情 然後來迎娶當地的這個民情 那這個是非常容易突破的門層 因為你是 講他的理念 那你的貼粉 大概真的看不懂這則 在幹嘛 但是就是 對方的那個文化 就知道在做什麼 那這個當然是比較 serious 就是 WHO的 就是 Corona Virus的這個 那這個 那這個用的一個概念 就是去把他們在做的事情 非常緩慢的 向上捲動 然後 讓大家知道這個 這個 英文什麼 Graphitas 就是這份文件的這個 這個重要性 那然後 這個是非常 非常有能的 那所以 如果你是就是被列者的 這些人的幕僚 他們大概不一定是自己在操作 那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你還不轉這個有天亮嗎 那你所以 大概就是被轉 那 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大概就是 透過這樣子的一種概念 就是你用對方的 Tag 你用對方的視覺語言跟溝通的語言 那 然後像 我有一個 就是 為了這對 講的是 穿山甲比貓熊要可愛的 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就是完全針對某一個 就是布拉格的市場 然後 就是 就是 因為他要來拜訪過我 我們是可以這樣子 就是不想看完小燕 但是還到達的 跟我們換的無法黨 是一樣的道理啊 那所以 就是說 我就給你看一下 然後 就馬上按讚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在 發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 擴大鴻溫層的對的時候 你要先去看 所有被你們取到的這個人 跟這些 目前正在流行什麼時候 然後你要完全忘記你本台的訊息 先寫一個 用那個梗 是好笑的 有趣的 有趣一點的 等等的這個訊息 然後呢 你再把你的Message 想盡辦法印 out 塞進這個frame裡面 不管只是顏色一樣 縮寫字母一樣 還是怎麼樣 這都不是很重要 這個也是需要一些吃力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方看到就會覺得說 哇 這樣好像有點相關 其實它也不知 哪裏相關 反正就很相關 然後就會隨手幫你轉貼一下 那這個就 沒有用的說真的 所以 大概你要 那如果我們能在Dude上面 這樣子操作 是對Facebook容易 但是Facebook 即使是Facebook 你也是可以用 這樣子的方式來操作 希望你會讓它有問題 OK 來 鄭文 您好 我是婕宇很開心 今天有機會可以聆聽您的演講 然後我一直來 對網絡安全這個議題非常有興趣 然後我們都知道 中國大陸對我們就是進行的 無所不用其極的網路生通攻擊 那我想瞭解說 我國在這方面是否有 足夠穩固的網路防禦體系 謝謝 簡單講就是有 那然後 原因是因為 資安其實 是我們的一個品牌 現在 為什麼我剛剛特別說 我們請白茂駭客 白茂駭客就是 那些入侵你的系統 還會詳細告訴你 怎麼入侵你的系統的人 那茂駭客就是 入侵的系統之後 就捲款錢 就是這樣子分的 那OK 那所以 跟白茂駭客是保持良好關係 是資訊安全的不二法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台灣的白茂駭客 不適合選項去抗 等等 那不但他沒事就可以跟政委 而且不只是動武 包含武正宗政委 支持他 這個獲得國際的獎項 那種抗敵二名 指數對美國對 今天說得多 數不定今年就贏 這個也會縫衝接見 那然後 所有我們的 不管在沙維的 那個自家車的系統 所有之類的 這些重産系統上線之前 都請他們趕快來打一下 打一下 剛剛那個SENSOR 的那個系統 就是我們 奉向我們的工作領埃系統 結果邀請外面的 這些白茂駭客 來打了六個月 真的六個月 然後 而且是開放免費嘛 就給他們打 他們打了也真的找到三個樓動 然後最後 就是無法不用奇蹟的去捧他們 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的 我們的資安預算現在是蠻多的 我們的所有的新興的計畫 包括中場省等等 五趴到七趴都會 奪得到資安 所以吃的飽是沒有問題 但重點是說 感覺像是那個 國家平權的那樣子一種 榮譽感 所以再好比像說 為什麼大家最近在看新聞 有看到一個 就是欠了Google 六十萬的一個 做地圖的一個工程師 然後我們當然就幫忙協調吧 那最後當然就 Google就免了他的債 正如同 沒有 沒有 就是我們 就是答應說 放在這個 我們這個平台上面 一天給他最大的這個版位 那因為已經這個到 現在呢 他們應該可以講了 然後 等一下就可以 就一定要放這個 sponsor Google Cloud GDG Cloud 來玩sponsor by Google Cloud 那所以就是一個CSR的操作 讓大家知道 說過是熱心慈善公益等等 然後他就免除了他的債務 那所以在 就是 我想講的一種 別想講也是蠻外交流的操作 是跟資產是非常有關 就是說你不是只是讓白馬賣客 覺得他賺到錢 因為他 他來講去當黑馬賣客 更賺錢 那就是詐騙啊 或者是 就是 拖錢啊等等 更賺錢 而且說他還有一個 就是說 真的是國家英雄 而且是 非常的有能見度 那只有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可能會 跟主動的去讓社群的朋友 去幫忙我們維護自然 意思就是說 這系統上線都會先打了 在這個 就是 PRC打之前 他們就先打 而且打了之後會告訴我們 所以就要養成這樣一個習慣 所以後來如果各位有 就是承辦這個 裁購相關業務等等的話 其實要了解到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政府 書為服務指引 那這個就是把設計 把跟使用者的需求的了解 確保我們不會設計一些 節省民眾一小時 但是讓我們 包含兩小時的東西出來 等等的這些東西 都寫在政府 書為服務指名 這個已經翻譜了這張系統 那裡面怎麼樣 跟自然的人 的溝通也是寫在那個裡面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 基本的想法 我們這個resilience 就是 並不是不會被入侵 而是你入侵他們一層 都有社群 都有我們的自然專責的單位 會偵測到你前面 立刻於一周旋 就這樣子的能力 才能夠建立起來 所以希望有回答 大家問題 好 那我們就 就往下 好 OK 好 那這個不是追問 我們暫時都已經 一個最新的問題 有時間 沒有人想要吃到水 請問為什麼 最近設計文宣的時候 很喜歡 方向思願長的臉 其實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不過 我想先講一下 就是說 比如說 如果 無方思願長的臉 然後第一個 你就比較不會仔細看 這個我想大家都了解 就是說 放大臉表示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 你收email的時候 打臉的今天很好的 就是高重要性 對不對 那個email的意思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但第二個 就是你不覺得 就是他的臉 人生就很充滿奇感嗎 就是 就是 就是你看到時候 就是 後面上說他學一個 一個人的名 對不對 他就拿一個這個指揮房 然後底下寫 接觸的一首 你就覺得他比本來 那個接觸的一首 還要好笑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就是用他來致敬 任何網路民營的時候 都有機會 把那個網路民營 比本來的傳染力 還要變得更強 所以就是有這樣子一個 那麼好的人物設定 為什麼不不用呢 只是應該要多用 這是一件事情 那而且他的小編 事實上都已經套好版了 就是說 蓋蘇院長頭 在各種不同 半位的東西 也都已經preclear蘇院長了 所以說他就算在開會 就算在訪 小編開始可以即時的套這個版 然後發這樣子的東西出來 所以 那我覺得小編有時候 就已經在測試這個院長的底線 那然後 對 但以我的理解啊 就是他們是不需要clear院長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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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說這張 那都不需要clear院長的 就是 成績條只要一來 馬上就可以發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那個222原則 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當時也是不到一小時 就回應了 坊間謠言 七天內人 要把法會發一百萬 假的 就算我現在沒頭髮 沒有頭髮 也不會這樣子 研發大家的做正常 這是針對邀請搶上標示為領啊 這個2021年才實施 不過 你一周內如果 人這樣真的會傷頭髮 你一周一時候會長生 對 那 真的嗎 超有根本 對 所以就是說 一方面 這個是 就是蓋上我們院長的臉 表示說 這個是很官方的 很有政治性 但是另一方面 小便也發現 他是非常萬有 就是你不管蓋在哪裡 那個梗塗就比本來好笑 所以 所以很多的就是 同時又轉過你 所以在這樣子就是 同時是 就是 一樣 就是你有這個義務 跟 就是這樣子做得有好處 的 這兩重 這個道德義務 跟這個消息之下 就小便都養成了 就是沒事就蓋一下 院長的臉 這位習慣 我想他也就是已經很習慣了 本來是這樣子 就是所謂的 這個民營工程 好 有11位朋友說 當前的政府 如果再防範 假訓息危害 與這個漢的言論自由之間 啊 取得一個好的平常點 我們知道 我絕對不用這三個字啊 因為這三個字 這就是一個陷阱 那他的 英文就一定有一點是陷阱 但是英文 news跟generalism 是兩個字最還好 那但是在台灣 這兩個字 一個字啊 generalism你翻成什麼 還是翻成新聞業啊 新聞工作啊 他的產出還是叫新聞啊 所以你就不能避免說 講這三個字的時候 得罪新聞工作者 因為他不知道你在講的是 冒充成新聞 還是新聞的內容故事 你明明在講的是 冒充成新聞 可是他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你在講 新聞內容故事 那你就會得罪新聞工作者 但是呢 你要防範講訓息 最好的方法就是 跟新聞工作者聯合起來 這個是沒有什麼 在各國都是這樣子 cross chat 是最好的方式 因為大家只有參與這個媒體 才會成為媒體 每一個人都成為自媒體 因為在台灣 任何人都可以手機 開直播嘛 馬上就變成直播主 而且每個月14歲 就吃到飽 你隨時看都不需要 想要挖多少錢 那這樣一個 就是 其實比較奇怪的一個地方 那為何 外面是人權嘛 所以我們在台灣 任何地方都可以 這樣子開直播 那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像 現在的新客廣 就不是把小孩 叫所謂媒體 制度 literacy 但是他還是讀者 或者是 閱讀者 而是說他就是直播主 他就是producer 我們教的是媒體素養 你要怎麼 當一個媒體 那這個時候 你當然是在看會 他的言論自由 但是你要讓人看 就像任何媒體一樣 你在做這個 言論自由的工作的時候 你也必須要 尽力的責任 所以像 這個 總統會選事實上的計畫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那他有開放資料 還有查核報告 他有通通編論 每字每句的即時查核 然後呢 而且我們就剛剛講 這個蓋動廟 這個名字一定要出來啊 所以這 這上千個網友啊 這個就 就全部都 這個 就跑出來這樣子 然後 一位應該是學生 叫做奇莫光 趕快趕快在家 竹子稿的人 就幫忙打竹子稿啊 這個 然後有一些 阿飄雲啊 發現蔡總統影片 聽起來都很斯文的 阿飄雲 聽到韓國瑜正常說話 激動多累的阿飄雲 這些阿飄雲們啊 這個 然後專門做驗證的 竹子稿小精靈 跟竹子稿 驗證小精靈 這應該是 同一隊 曾經嘉穎的小精靈 然後 你們最重 這些朋友們 那他們跟這些 市場的媒體合作 而且市場媒體 在每個立場 立場未必是一樣的 說真的 但是只有在 這些 總統候選人講的 每一個字 應該要有根據的 這個立場上 就是新聞 正確性的立場 journal的立場上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絕對不會說 我們就說 假訊息危害防治 那假訊息危害防治 有一個命義 就是 intentional harmful untruth 就是 這邊 這個 所謂的 故意虛假 危害 而且這個危害 必須是公眾的危害 不必像說 現在傳染病友情 或者是說 選舉的時候 那是對民主制的公眾的危害 而不是只是危害 一個部長的形象 那就是很好的行為工作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定義也是 突然之間的正義 大概都不會願意說 哎呦 國人的健康被危害 民主制 身被危害 大概是不會願意的 所以這樣子的定義 就是一方面 我們就可以在世界人權組織 Civicus Monique 像我們也連續兩年了 所以外交媒體 都非常喜歡拿出來說嘴 就是說 按照國際組織Civicus Monique 我們現在是 全亞洲市場 一路到非洲 唯一一個公民社會是 完全開放 那而且這個是很難得 因為所有公民都在倒退 所有其他都在用假訊息危害 來當作部長 可以隨便更改新聞記者 講的話 的這種藉口 那只有我們是說 沒有我們現在新聞記者講的話 而且因為每個人 都是公民記者 任何公民講的話 跟部長是平起平坐的 部長不能逼你去修改 你講的話 所以我們目前還是 維持這個 在整個印太 也只有紐西蘭 在跟我們其他一樣的 這個維持上面 這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我們約他會這樣子加持 我們跟這個 所謂的物畢有靈 雖然在地理上面 就是不是很靈 那但是在 價值上面就很靈 對一些就是 我們就實際看似一個 就是在裡面這個 草綠跟量綠 大概都是這樣子 在處理事情的 那我們跟他們好好 有非常非常多的實質的交流 他們所開發出來的 假訊息危害的解藥 我們可以使用 我們開發出來的 像剛剛的民營工程 他們馬上拿去使用 那我們就比較不會 受到我們旁邊的一些 管轄領域的這個影響 而是能夠去跟 就是全世界的 所有的這個 是open的這些 去一起做一些 我們快速擔演 讓每個人都會參與媒體 你參與變成媒體 就是你才知道媒體 是怎麼搞的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會被那個 framing effect帶著走 大概是做出這樣的方式 來一面他會也會 有一個自由 而且不是平衡 不是拉扯 而是透過他們平衡的自由 來防範加訊息的危害 希望有回答好幾個問題 有需要的朋友 還是讓我回答說 聽說厲害的人 大部分都睡很少 請問一天 也需要幾小時的睡眠時間 那我們在博恩那個 演演秀上面 有公開說過 就是要睡到八個小時了 那其實大概 就是七個半到八個小時之間 其實只有一天的睡眠時間 但是自從一般接了某個 就是十五分配控罩之後 這個今天大概 昨天睡兩小時 今天也是 對 那這沒有辦法 防疫是同作戰 那但是就是一般來講 就是要玩到睡八小時 所以我今晚辭職 有準備要睡八小時 如果沒有再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這個 大家終於體驗到零食偶數的話 那我就大概不需要 對 不需要再花多 很多的時間來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社群朋友大概都會接受了 這個問題比較長 然後最後一次 再努力為聖明 進創新思維 然而關於系統的一些機器 與問責機制 可能是根深蒂固主要 有事根深蒂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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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聖子女士的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不過這個 它後面有一個預設 這個預設是說 我好像是在撼動 這個機器跟問責機制 那這個你就搞錯了 如果有看國外的話 是知道我是Conservative Anarchist 其實Conservative就是 鮮有的文化 我們要予以保存 並且發展廣大 所以不管關於系統裡面 有什麼文化 我們也要予以保存 並且發展廣大 我絕對不是來這邊說 那我就是要命令大家 去報端承擔更多的責任 沒有是國在報端 當那個網站就是我結論 然後也不是說 要讓大家承受更多的風險 或各位長官承受更多的風險 因為如果那個爛掉是 我跟社群朋友爛掉 或是就是 你知道就是我們 放在社會中心爛掉 對 然後更重要的是 那叫做Credit 就是有很多的 就是甚至它就是在 衛服部裡面工作的朋友們 好比像說 有一個叫做 機管架的Line X 所以我聽在牆有朋友留家 那說真的他們跟健保室 無力處 毫無關聯 場上也不一樣 這邊是HTC 就是機管架 那就是健保室 是自破鴻魚 那他們也之間 也一直沒有什麼來往 那但是我也就是 做這個抽抽的東西 然後問連社群 能不能做更好的時候 這個首先跳出來的 就是HTC的 機管架的小便 這個我可能這台好棒 我們可不可以拿來做 機管架的功能等等等等 那你從政府外面看 就會想說 你不是規服部嗎 對 但是當然你在這個裡面 就是知道說 當然就是一個部裡面 三級跟三級機關之間的距離 其實比部跟部之間的距離更大 那你知道三級機關裡面 它裡面的這個分布的距離 有時候比三級機關之間的距離更大 這種是習慣多好 那所以你在這個時候 Open Data 就是開放的這個資料 這樣子的透明 就是一個最好的 這個不同有的方法 對不對 我們從這個衛服部這邊 協調健保署 本來說30分鐘 處理資料給民間 然後在大家強大的壓力下面 10分鐘 臉1分鐘 臉30秒 那所以他們每30秒 就把最新的庫存推出去 那這樣子第一個會用的 當然就是旁邊的那個機關架 這樣他們就不需要走那個指揮鏈 因為你是現象公眾嘛 然後他就馬上再一下 看公務員的話 都是會被行李照拿 然後我也來公益科技 下面這個 貢獻一半嘛等等 那所以這個時候 Everybody wears two hats 就是你也有下班時間 你也想要做自己 放在自己 但是在公民科技的情況下 就在上半時間 你也可以說 要去參加這個總統 你可以各從 做17項去發展目標 台灣 can't help 那你的這個同等 跟長官也不能說不對 因為外交部就知道 台灣 can't help 對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是當你的這個社會使命 就是你參加這種公益活動等等 剛好跟你的試任方針相透露 那這個時候 其實你的長官要不給你工匠 易不可得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切換去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做很像的傳結 所以基本上 這些機器我們並沒有打過 真的沒有打過 因為它存在是有它的道理 但是 我們也沒有要干擾這個問題 沒有指揮鏈 完全沒有去干擾它 那但是呢 這個就是Budemister 這個額角的一句話很好 它說如果你看到一個救系統 你不要去跟它對抗 你做一個新的系統 沒有救系統這些問題 那那慢慢救系統就沒人用了 就是這樣 就自然凋零 那這樣子一種狀況 所以我們包含 一起訂便當啊 等等這些系統 完全都是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開發出來的 那不管本來的文化是什麼 大家一發現說 這個可以省時間 這個可以減低風險 而且我作為鄉民參加 我還有Quarrity 那這三個一起滿足 那就會做出很多很驚艷的事情 好比方說去看一個 台湾公開會的四眼等等 這樣其實它是 就是外交人員這樣 好那在這個 十三位朋友 我們會說 會不會現場在我們認識啊 並且操作漢網啊 那我這個人是做不到 我就直接說做不到啊 那第一個 我這台電腦是新買的這個炫耀 就是 我還沒有裝Tor啊 所以這個我們公司下載啊 然後再套 大概半小時就已經過去了 那另外就是說你如果要 就是進香Tor這樣子的Network的話 你總是要有一些目的嘛 那我目前沒有人給我一個很好的目的 好像說 我要這個什麼 爆料啊 群眾維基解密聯絡嘛 結果就沒有這樣子的目的嘛 那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維基解密算是媒體的 其實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外交上 極其敏感的問題 只是說 它宣稱它是一個媒體 對 那所以現在就是有很多 宣稱自己是一個媒體 的朋友們 在透過暗網 那完全可以保障 就是 缺少時啊等等 這種隱私的情況下 去做這樣子 訊息交換的這種活動 那這個是要有初步了解 但是你自己平常沒使 就不一定需要 操作這件事情 但是你如果需要操作的時候 就知道說 欸現在其實有一個就是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DFF 這個是最老牌的 電子潛商資金會 那它就會 在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工具 它會像說 如果你 絕對你正在被 國家力量解控 那 你要做什麼 這樣子 那或者是說 這個 如果你 覺得你連上的網路 正在這個揭露你的個字 你要做什麼 或者是你現在想 完全安全的加密 你的通訊軟體 你要不要去哪裡找 或者是說 你的工作對象 現在正在一個 剛剛在Civic Smoothie 裡面完全是 紅色的那種 管轄領域 那你要跟它這個 安全的通話 而不為其他的人身安全 你到底應該怎麼做 那電子潛商資金會 大概就會給你 一些這方面的答案 所以我就是 就是 稍微 就是 請插照轉成 就是 反轉周知 對 結果 我就不在這邊演示了 因為要演示 真的是飄花時間 那 所以你們問說 要怎麼樣在社群媒體上面 上一號 帶風上 上一號 其實 這個也就很簡單 就是說 你在偷文的時候 你同時已經知道說 他想要提起 怎麼樣子的一個情緒 那當然情緒 有前半節和後半節 這個博文也有講 就是說 他可能會把一個 憤怒的情緒 想要導向到一個好笑的情緒 讓你記住一個梗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憤怒的情緒 本來是造成社會 大量的對立 但是呢 還要討論這種 像死刑 這種題目的時候 就在這個 一般的脫口秀 是就是 在台灣 就是自殺式的 這樣子一種主題 那就是 那當然他之前 更自殺式的 綠媒也 就是活過來了 對不對 但是就是說 他在處於這樣子的題目的時候 他就會預先想說 那我最後要飄到班紅中 大家會記得那個 好笑的那個梗 然後他整個 emotion flow 都是在那邊的 所以你在那邊想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跟 就是 我們這個 歡樂無法黨 這裡是首部的 不是任何黨 該怎麼講啊 這個首部的黨 歡樂無法組黨 這個精神是一樣的 就是說 你要無論如何最後 都是歡樂 那但是你從 悲傷 從憤怒 你從 從腦裡面的那些角色 到最後要怎麼 到這個 樂樂的這個劇本 你要是在哪裡寫 寫好 寫好之後就是 發動你的朋友們 每個扮演裡面 有不同的角色 然後 瞬間完成這樣子 一組對話 那這組對話 看來就覺得很經典 很經典之後就會解讀 那這個對話 你還要很小心的 是能夠放在一個手機 然後可以放得下的畫面裡面 不然就很難解讀 對 那所以大概就是 要嚴簡易改啦 那只要在一個手機 可以解讀的範圍裡面 有這樣子兩個或三個 把大家本來一個高度爭議 或對立的導向 這個很好笑的人 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像這個 其實我們最近 就是當當選的 這個3Q勝國威以為 他就是這方面的教教師 他什麼東西 到最後都可以配成這樣 那能就是多參考一些 他的製作 那你還就可以理解到 這樣的操作 要怎麼樣做 那當然就是他的對手 也是其實也相當善意 所以包含他還會送你 這種消耗快樂抱枕啊 什麼之類 都是非常好的操作 所以就是多像這樣子 這個也不能叫做正面 這樣子 快樂希望 這樣子的一種方向學習 那這樣子的帶風向 一方面你可以用實名 這些都是可以用實名的 你不需要用假賞 用假賞 用假賞 這個你完全會不會是會 公信力啊 你就是用你自己的真名 大大方方的去開玩笑 然後開玩笑之後 大家記住你覺得 這個人很有表 那這樣子對 對你或者對你工作的單位 怎麼樣都要好處 因為你就不會被熟食 網軍嘛 你是你自己嘛 這樣會有一個之前 在我們辦公室的朋友 後來競選期間 跑去那個羅文家那邊 現在當然有 這個回到民間廊 然後林宇昌 那林宇昌他就是 在後來的時候 他起手是在進學那段時間 就是不是打工 你是打工 然後這個 我托過兩次馬英九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他會用一些快速 就是讓大家認識他的方法 來界定他的身分 而且他完全不怕被騎 他自己騎自己的騎 然後騎完之後 他再開始想 他要說 我之前當過長 前後的委員 對啊怎麼樣 對那之類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其實他就譬如不怕之敵 因為第一個 他完全實名 完全好正經 那第二個 他的回應跟他的 預先安排好的安裝和固定 非常多都有可能 而且大家都是實名 那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你很難 就這樣子的帶風向 去抗農去規抗 所以有空的話 讓大家彼此多支援一下 這樣 好 那有九位朋友們想要來解說 這說了一說 領域 我們的官方有什麼不足 比起需要三層的 這個 我們當然 國的口頭山就是這個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意思就是說 你肚子的地方越多 民間所能夠做的力量越強 如果你做得很棒 那民間求得幫你按讚 基本上就不會連你耳 就去做那個按讚 做什麼事情了 所以就是官方應該要做得比較弱 官方應該要比較 比較糟糕 官方給出來的東西 應該要充滿瑕疵 有時候我們還故意加一些錯字 那因為有一些網路上的朋友 他是那個議題本身 聽起他的訊息 他就慢慢按個讚 他就默默走開了 他會engage 但是如果他看到錯字牌 定會改 就是什麼 有些人是比較奇怪的 就是 你左邊寫一個全形括號 又會寫一個半形括號 他就會渾身不舒服一整天 然後 一定會在下面留你的 讓你把全形跟 但是 通常就是這樣子的人 有某一方面的專門實施 那所以 這樣的情況下 你要讓這些 這個所謂閃開 要讓專業的來 你就是要做一些 會得罪專業人士的事情 那這個得罪呢 你又不是故意去得罪他 你是對事不對人嗎 就是你做得不好嗎 就是 但要搶刺嗎 那你要怎麼樣 對不對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就會覺得說 那這裡充滿了這個 他可以一顯身受 發揮的這個空間 那所以 這個我們在 之前 我很早很早以前 做那個G&B的一個 叫蒙眼這個專案的時候 曾經有提出過一個概念 叫做這個 列級十行 就是Worst Spent 就是說 列級十行 就是中二線 就是少力 就是大力 就是你先花少少的力氣 去做一件 就是大家看起來 就是充滿瑕疵的事情 然後呢 你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去說 我為什麼不足 然後需要加強的 然後大家都會 說這裡這裡都 那裡不足 然後大家一起來加強 但他一旦參與之後 他就是一部分 那如果是一部分 這個慢通話呢 就大概期待 所以我們 有一個很好的意思 就是我們的Digital Bialog 在AIT40的時候 我們跟那個AIT合作 去辦了這樣子一個概念 好像叫做數位對話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 Sign Foundation 這個 Bright Future 我們可以看到在 AIT40的首頁上面 他們的第一個 就是加入AIT40數位對話 那這個數位對話呢 在外交上是非常好用的 它基本上就是把 所謂的四個增盈鏡 那 其實增進台灣再宣傳社會 的角色 增進美台經濟與權利關係 增進美台安全合作 跟增進美台人民的關係 去讓大家去給意見 而且是特別在講說 我們到底哪裡 做得不夠好 那尤其像美台安全合作 大家都非常有意見 都覺得我們做得不夠好 尤其有一位這個 吳茵夢老師 這個這樣做的想法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在這個 過程裡面呢 因為他也是自媒體嘛 你知道這個 部落的嘛 對 那所以 我們就會看到說 其實 在這一個工具裡面 我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 講穿了也不是一文錢 就是把我們 做得不夠的這件事情 不怕沒面子的 公布給大家 就是說 我們真的做得不夠好 我們的國際參與上 有真的很多寫資 那大家覺得要怎樣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系統的 就是完全開放員 完全自然也成功 沒有問題 而且是當選人的潛在負責 所以大家有空 也可以多用 的一套系統 那這套系統呢 它是一個問卷 但是這個問卷的題目 使大家一起來決定 就跟slido一樣 也跟slido一樣 它不能夠按回應 所以意思就是說 也沒有辦法帶風向 那內建抗風向系統 因為你 我們剛剛的那個 帶風向一直都是 建立在回應這個功能上面的 當你拿掉回應功能 也就沒有帶風向的一件事情了 像在slido上面 你很難帶風向 因為你不能回應彼此 對 那所以呢 好 那這個 我剛剛想找一個 我覺得就是太serious了 台灣可以成為美國 過三應應該策略的中心點 因此 第五遠路位置發展 向周邊國家實施 非常好 感謝 好 那 那這個 這個壞蛋反對的人 我不知道在想什麼 那好 我擔心我擔心 好 好 那 還是說台灣應該成為偏遠點 或是因為中心點 之類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系統它有個特色 覺得它會自動馬人分走 它會自動馬人分成 就是最分歧的意見 會找出來 所以在當時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有一個意見 剛好這個 在每一個就是裡面 大概都剛好有一個意見 不管我們在討論是哪一個增進啊 就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剛好把人分成兩群 然後分成兩群之後 這兩群如果你看新聞的話 就吵這個意見 你不會吵 就飽了 大家會分好 問別的 那不像說 在這個uniqueness這邊是說 當台資企業在全球投資 參與別人的CSR的時候 我們也應該給予租稅優惠 就好像他們捐給台灣的NGO一樣 那這個是一個大的生物體 各位都可以想一想正方跟反方 要怎麼樣子變貨 大家變貨這個就保了 那或者是說 像這個 我們在這邊 那就只有一句話 台灣應該要恢復整兵 增強其身 自我發揮能力 另外就是大家可以想想 怎麼比分這個 然後就保了 那所以 但是呢 其實我們如果看這個 就發現說 其實媒體會focus的這些東西 就這反而也蠻有生意性的 對 對 就是 故宮一次只能展覽一部分的藏品 所以不論如果 我們一部分的藏品 就放到美國的國務館 以及給國 就是只要你這個承認台灣 我們就送一些故宮我們過去吧 這個也非常窗意啊 好 但是就是說 每一個都是就是你在電視裡 或者開一個談話的新節目 那這個 製作人最喜歡這種節目 因為一個小時就過去了 然後 大部分問題還沒有講完 但是 我們這個現狀的好處 就是說 它可以讓大家看到說 沒有有一些事情說真的 沒有人反對 那為什麼不先做 那 事實上 當時最多人同意的 就是 我們總統被黑客總 應該要邀請國際參加 而且國際應該派員參加 那我們每一次 三四個禮拜 有這樣的對話之後 我們就會有個面對面的 有直播的meeting 那個meeting的agenda 就完全就是只有這十個statement 就是大家跨足都同意的 這件事情 顯然我們沒有做好 我們沒有做到很好 大家才會提出這些建議嘛 那但是 這個建議又是具體可行的 當然具體可行啊 那所以這個時候 AIT就會被感壓力 他們如果不派一個人 好像違逆 這個兩國人民的這個共同願望 好像是會傷害兩國人民的 兩國人民的感動感情 好像不是AIT的用詞 那無論如何 就是說 這個時候 他就受到一些social pressure 那因為我們知道 台灣social sanction 的能力是非常強的 那 就不管賣飲料 還是什麼 那所以就是說 大家都不才敢在這樣的情況下 去迴逆大眾 已經逼死確認過 就算我是不同的黨派 不同的立場 還是 都覺得太遠應該來做這件事 所以AIT 真的就乖乖的 過了兩個禮拜 就說好 那我派一個人 很像你們總統的黑客棟 去做 不是循環經濟 去做永續物料管理 因為循環經濟是歐洲人在這樣的 但是無論如何 這真的很好 因為他們就真的派了 那他們也真的變成我們國際的黑客棟那一部分 所以常常在這種開放式的問題裡面 一開始就承認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而且呢 我不怕大家來所謂的雜裂 像在當年物館的時候 當年15年 我們第一次用投機子的時候 當物館開始用一些 沒有事業駕燒的朋友開車 然後主張說 他只是上班的過程裡面 順路去繞一個小灣街 一個陌生的人上下去而已 那 那現在他收錢 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在這種情況下 他這種比較創新的主張 那就是請各界公平 所以在當時真的是大亂鬥 就是Uber的司機 計程車司機 Uber的乘客 其他的乘客的人 那這裡也不是比票數 因為如果你一千元來 都一樣的 你是一個點數字會增加 面積不會增加 那我們用說 你必須說服所有人 我們才討論 所以他們就必須要想出納稅 納納納官等等的這些 真的能夠說服所有人 然後就像說 乘客保險 這個所有人 這樣子的體驗 然後我們到最後 就會看到這種形狀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 很放行的作為公務員 這三個禮拜 沒關係都不用管 什麼都不用做 你過三個禮拜或四個禮拜 過來收課 然後你就說 欸這十個 看起來很好啊 大家都同意了嘛 好那我們就來討論 我們想要把大家的 這個非常好的一件 這樣子拿起來 那我們也沒有什麼 公共預算啊 不過就是我們可以 要提出這些 解決方法的 容貌就是發射外線這樣子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操作 其實就是我們 一再的這樣子的操作 就是我們只要發現 我們有不足的地方 我們馬上就可以這樣子做 那因為AIT在我們合作量 所以他們現在也在 整個應該去拓增這樣子 欸原來在外交上 也可以這樣做 就是可以照顧兩國人民感情 又不需要官方全部買單 而且是兩國人民 彼此肯認的 我們再來討論的 這樣子一種 零風險審立期 又有credit 這事情何樂而不為 他們就發現這真是 在外交上面 說不定內向還要好用 所以就是police 有些朋友們關心 我們講一個 民間學 民間的團體 出來的社會 在科斯科 在越南進行 看得出民間的創意和活力 但是呢 比較缺乏資源 工門有資源當然 而工科層或 或可能 這個或真是非常得起精髓 或可能限縮創意 對 不是只是可能限縮創意 因為那個好像是 就是你預設限縮創意 沒有或可能限縮創意 他也可能不限縮創意 那這樣我們怎麼會 民間工門限縮 所以要提供限制 以及怎麼連結公司部門 做出所有的交換問題 其實大家會發現說 其實我常常講公民協力 那不講公司協力 但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在講公司協力的時候 我們在比較老一輩的朋友們 腦裡就會放出一個詞 叫做 公司協力 公司協力 那這個時候 不在公司協力 裡面 就叫什麼 叫做第三部門 叫做 third sector 或者 voluntary sector 有各種各樣的想法 就是說 他不是來賺錢的 所以不是 private sector 但是他實際上 又是公民 他理論上 可以像 private sector 和 public sector 都施加壓力 可是他卻算做第三個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因為這個概念 是第三個被提出來的 所以這個時候 就有一種相散的感覺 就是說好像他就是 天生就叫缺乏資源 所以第一個 我現在絕對不講第三部門 我都說社會部門 社會部門 社會部門特別大 社會部門 那第二個是說 我是不講 public private foundation 我就講 cosectoral collaboration 或者中聯合國叫 co-governance 多麼高大少 就共同治理 co-gov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算幾個部門 我們現在說 產官絕顏社媒 那這樣就六個 那不管你要怎麼接啊 你這樣也是第幾個部門啊 反正 cosectoral 或者是co-gov 就是定用一份嘛 這是一件事情 而且 這可以避免說公司 或公益協定 把公務放在前面 好像我們代表人民的 最大利益一樣 事實上並不是啊 我們只代表 我們的 這個部會的 市政方針的最大利益啊 我們在這個 三十二個部會 就是三十一個NGO 有一個要賺錢 叫莊安銀行 那其他的就是花錢 然後達成 就是市政目標啊 然後NCC也賺很多錢 其他大部分就是 這個 就是要 花錢 然後要達成市政目標 另外去用分什麼兩樣 所以就是說 我們全力支持一件 我們決定主導 我們也不覺得我們能夠主導 說真的我們也都是他們的主管機關 那 業務主管機關 我第一次是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在平起平坐 我們要做 夥伴關係去代 國際關係 那這個時候其實 就沒有這個 或可能線索創業的問題 因為 你也是公民社群的一部分 你也有 social center 的一個身份 那這個我覺得 是大家真的要突破的一個觀點 我們一群年 好不容易 說服在全區域 那 說服他說 公務人員應該可以兼任 國際的組織的理事 那這個是 以前都沒有的 以前那個全區域 同樣沒有說可以 你只能兼任國內的 像說西安爾這個基金會 或者是慈濟 或什麼之類的 這種國內的局 你可以兼任他的一些職位 這個沒有問題 而且有時候 進入英國的比較方便 什麼大家都知道 那但是 如果你是國際的組織 那以前 法國都會有提到什麼 都不一定 可是因為 服法就是 國民服法 沒有這個限制 那所以它完全是一個 韓式層級 透渡進去的限制 那所以後來 我就找到我們法政政委 國賓成政委 他就寫了一貢信給全區部 說 國民法所有的限制 沒有什麼道理 可能要重新想一想 那 這樣子的話我才可以去參加 紐約的 Radical Exchange 巴塞隆納的 Digital Futures Society 或者是 阿姆斯特丹的 康蘇 Foundation 這三個都跟 郁文有非常緊密的關係 我是他們的理事 那我就可以 經常參加很多很多事情 而且戴的帽子 就是一個 紐約的 NGO的理事的帽子 那這個時候呢 絕對不絕對很好 好像有點 有點道理 而且無法在那邊做一些事 算了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 重新解釋 那所以不是對於政務 不是對於無事 所有人就是 包含所有各位 公務員 只要你的長官同意 就可以埋怨 國際組織的理事 或者是其他的這種 常任的工作 那當然 我為了避險 就是當然不知情 等等 那但是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就是民間 你不是只有公布 每一個身份 你就是民間 然後你需要的時候 你就是民間這個身份 你充滿了創意 然後做出來之後 再回過頭來說 那這些事情 當時這個是我提的 我們從我們 各種就是這樣子的 一個形狀 就是我們每一年 就會請一些朋友們 提上百個這個案子 我們今年的出席 覺得很漂亮 所以 因為我比較是 所以就是開始 對 就是說 通通被勇去發展 那個總 現在在公民學院室 然後帶大家認識 聯合國實習 跟勇去發展目標 你只要能夠做到任何一個 就非常棒 那有一些 各位可能 就是說評也有聽過 好像說 臨時插隊 不是臨時插隊 是臨時插隊 臨時插隊 是那個 該領域發明的 五個卓越團隊之一 他就是在 南邑的 一個衛生所的 一個護理師 當時有 這個上市生機 遇送一個病人 然後發生一些 遺挽折 大家可能都還記得 所以呢他們就說 那是因為什麼在地的人 不信任護理師 在地也留不太出護理師 因為每次重症 他們都是透索 他也學不到什麼經驗 所以他們就說 那即使法規不允許 我們也試試看 花三個月的時間 總共也得送三個月 花三個月的時間 做一個視訊會的系統 要送這個 內直升機的 那一個健康民 然後 要去他那個專科醫師 跟在地的醫師 或者就是 我們的衛生所有的支援 那護理師 我們就三個視訊給家屬看 然後家屬看到說 這兩位專科醫師 都說 你這位護理師 或這位在地的醫師 做這樣子的操作 就好了 真的不用送直升機 你看他已經在後轉了 會迷迷背書等等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在地的朋友 就會覺得說 那不一定都要後送 那在地的衛生所有的朋友 也會知道說 那我對於這些狀況 我也有開始有處理的經驗 那總之是一個 多影的一個狀況 真正的情況是自理 除了他是違法的之外 這個醫師房 不能這樣子做 護理師只有在 醫師在的時候 才能做這個 醫師 用一個螢幕 或者一個機器人在的時候 並沒有什麼可以這樣子做 好 但是無論如何總統回答 我們就試試看 那這個時候 他們就是有移民先生的 在做這樣子的創新 那一直到他們 真的獲得了 寫無強總統 真的頒獎給他們 那頒獎給他們的時候 我們頒的獎盃 其實看起來就很像 聯合國第六項 舉法的目標 那唯一的差別 就是他底下 有這樣子一個 圍形的投影機 那這個投影機 是非常厲害的 就是說 他是自我描述 怎麼講呢 就是說 每一次只要一一打開 這個投影機 那他就會 投影出 當初頒獎給你的那一個人 就是我們參議會總統 頒獎給你的那一個物影 然後呢 就會投出來 然後呢 你就會聽到這個總統 對你的肯定 然後以及呢 我們這個承諾 說你花三個月做出來的主意 不管你要法規 你要預算 還是你要人員 我們在一年之內 大陸市政計劃 讓你滿足完成 那所以 這個是就是總統的一個 諾言嘛 Presidential Promise 所以這個黑客松 就算沒有獎金 他完一毛錢都沒有 還是非常大量多的隊伍參加 每年都有一百多個隊伍參加 而且呢 這個對公務體系的朋友們 這是一個最好的安全法 就是說 他可以提一個主意 但是呢 他請外面的朋友提 或他自己的另外一個身分提 因為我們容許利益嘛 就跟slide一樣 好 那他提的這個主意呢 如果不成 那就不成啊 他沒有貢獻 好 如果成了 這個大家真的透露民放作票法 他記錄前二十下 那這個時候他可以說 這是等科業務 我們配合辦理 其實民間朋友所要的啊 那就是 請公家給一兩天 我們配合辦理 其實是他提的 因為我們看那個提案裡面 用到或可能 這種字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這應該就是 公務人員寫的啦 那是那個 就是台上民間朋友提的啦 OK 好 那沒有關係 好 然後呢 那他在二十強的指導過程當中 他就去demo啊 像這個去年的這個 炸彈高空早知道 那這個很厲害啊 他完全用公開 上市會公司的資料 然後呢 用機器學習 去把什麼 土地價格 什麼 人口移動 天氣什麼 有的沒有的 所有的政策都這樣 全部一輪拿來丟進去 然後呢 讓機器去 預測 他在下一季 會不會發生 炸彈高空的 巴南爾片尾事件 這種事情 然後呢 機器還真的學出了一個邏輯啦 然後所以他就是在 複賽的時候 給我們看一張表 然後就有一個 禁止有一個點 然後到決賽的時候 就爆出了炸彈案 就是那家公司 真的很厲害 其實完全 minority report 那種等級 對 但他用的都是公開治療 然後也是公開上市公司 對 他公益性質是完全沒有問題 也沒有什麼個子的問題 對 但是呢 一直到他領獎 我們才知道這些一個 國選局的基層的職員 在此之前 他都只是說 你今天聽一下我們 可憐的辦理 這就是他寫的 好 所以就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說 這個機制吸收掉了全部的東西 你知道他有什麼的那一刻 然後忽然他公務生涯就沒有變 沒有 所以 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法 就是你自己本身 就可以剛剛做公民社群 私部門 像他的那個案子 官貿易爾下來寫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廠商也有錢賺 然後公民社群也覺得 他超級東西 提早會得落實 那要除年間 歷史上要五六年的 總統他一年把它辦完 那你的公務生涯也很自改 所以像總統的黑客森 這樣子的 確實是可以多加了解 那 身份想知道說 是不是可能透過水 可以協助外環的 簡單救助 或其他的一般的行政術 來減少同事的身心壓力 那你要不適度可能 我當然只能說可能 不然就可能 我要回答你 當然有可能 這是怎麼做的問題 那這裡面大概有兩個 一個訪生 那我跟這麼多外環的朋友 沒有聊過 第一個其實就是 大家對於資安 還不是那麼有信心 那如果你對資安 不太有信心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造了某個這個機密的層級 那似乎好像 我們就還是要回到 這個實體的處所 才能夠用那樣的系統 那當然所有科技 能夠協助的就十分有限了 說真的 如果大家都必須要 在一個實體的房間裡面 做密研的話 那所以就是說 你取得一個資安處 有認證的一個系統 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是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顯得一個 資安上面 無餘的這樣子一個管道 那第二個 就是密研的這樣一個文化 一個部份都有密研 但是 因為那部份就有特別研 就是說 有一些 就是本來 答案裡面 並沒有任何機密 但是裡面曾經 有過一張紙有機密 那因為我們這個文化 所以整體也都會變成機密 那等到後來那張紙已經 換去最直接 因為那張紙已經過了 那個檔案還是機密 那其實旁邊裡面 完全沒有任何機密的部分 然後 他這個也證明 因為 我是做武統機密的 所以我們家的就是 來我們辦公室的密研 不是池的 就是有按密的那個文件 都是我們外交部的同仁 都或者我們 設密的一位餐食 在處理 那有時候這個菜式 也會看一看去 完全沒有密的成分 就是到底這個 就是跟太陽明 沒有太陽是一樣的道理 那 所以就是說 這個是可能 就是一個文化 就是說 如果你 就是 本來就是 武漢人知道是他人 不知道的事情 那這樣子的事情 它在民意搞階段 理論上也 好像不應該蓋人密 但是因為很順手 所以就會蓋人密 但是蓋了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 透過數位科技 那要求民間來幫忙 因為從後面就是密件的那個流程 所以就是說 我還是覺得說 有些當然是公共機密 這個我們也非常尊重 但是有些是 你就是 到最後是怕你不知道的事情 那這樣子的事情 即使在民調階段 其實我們政府進行公共化 也說 對公共利益有必要者 得公開支 那這個時候 其實只要你的長官 比如說外官的大使 了解到這一套 我去美國外官就想這一套了 那所以如果就是 比較難說服的話 可以CC我 因為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說 那在這種事情 屬於公眾外交的部分 那就不要分開 那你可以preclear很多的東西 就是說 要我們第一時間回應 我如果要簽四成 那就是第一時間 那一天都過去了 因為怕長到兩小時 所以我們請大使 或者那一組的組長 預先把這些梗圖 preclear全部都簽過 那只要發生事情的時候 就像我剛剛跟那個 國民黨請問會一樣 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就有一層絕 因為你的長官已經簽過了 那你就直接回 那像這樣子 包含金蘭救助的問答集 包含行政術 很多事情 只要它是 最後是他人不知道的事情 你都可以運用 剛剛講到寫作的 共鳴的所有工具 來是可以處理 有支援朋友問說 如果房貸 家中的長輩群組 相信與散播故事群組 其實我們要知道 長輩不是很喜歡 一直被晚輩糾正 他們也希望是能夠糾正你的錯誤的那個人 OK 就是說 他們只是因為 進入網路世界的這個 年齡也小而已 所以好像被年紀大的 就是進入網路世界的年紀大的欺負 其實全部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要反過來想 就是說 你是數位原住民 那從小就講族語 對不對 就好像族語之類的 然後 然後 對 那 然後 對 那他們是移民啊 不知道這個爪哇 是哪一個國家 爪哇是不是一個國家 對 那所以就是說 就是大部分的梗 就不會跌倒 那這個時候 就是說 你原住民族的這個文化要發揚 並不是靠去否定這個 就是市立比較大的這個朋友 而是去說 那沒有啊 我們其實很願意跟你們好好的相處 你們的文化在我們看起來 是怎麼怎麼樣 而且你要知道時間正在你們這邊啊 就是digital native 數位原住民只會越來越多啊 那事實上 數位非原住民 數位營只會越來越少啊 那所以 基本上就是每一年過去 原住民族的勢力就更大一點吧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要有耐心 就是把它當作叫小孩一樣 就是不要讓長輩 輸在終點線上 就是要這個 舅舅上一代 的這樣子一種角度 那 對 那然後這個時候 因為他才剛進入這個女朋友 所以 就是當然有些理題上面 可能是不太OK啦 或怎麼樣 那沒有關係嗎 因為你知道他 試著要有什麼路嗎 所以 就是說最重要的人 就是要保持這個 持續的連接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 或過了 家中的長輩 像阿嬤 八十七歲了 這個 鹿鹿人 然後就是他 也也是開書院 然後對這個教育 非常非常的看重 等等等等 從小就叫我長太遠 Anyway 那所以他最高興的 我的作品 完全不是什麼口罩 什麼之類的 就是有一個叫做 蒙眼的字典 然後呢他的明南語 的部分 有一個燕語 他非常非常高興 因為他幾乎裡面 可能高達拉繩 他都知道 然後高達拉繩 我都知道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可以這個 就是 一個音量 他老是三個 對 就是可以 就是教我發音 教我政治 教我他的這個文化 教我這個用法 等等等等 總之他有些可以教我的 雖然這是數位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你要把它注意 引導到這種事情上面來 那後來呢 我們也就有一個朋友 這個叫做Liz 這個叫做 對 林佳穎 然後呢 他就做了一個 更 比我們也更內的的字典 叫做這個 愛萊姨 他是以蒙點 作為基礎開發 那但是呢 他會納入很多新的詞 好比像說 寶可夢 那寶可夢 到底要怎麼擔成 開運 Pok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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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不錯 之類的 但是呢 目前網友這個 最喜歡 辣辣關係 對 對 而且這不只是寶可夢 這三個字啊 裡面每一個 這個 小火龍 這我不知道大家喜歡什麼 這個 後面好像超夢 這個 國夜鳥啊 什麼東西啊 三一龍 三一龍都有 有道理 有道理 林小龍 對對 看到有道理 对… 欧妙击娘 她是脸上深情 有时候是真的没有从业 然后就这样 就是说你就是要挑这种 就是说对于说原住民来讲 这个是大家都懂得懂 刚刚他甚至就变得到 但是对于老一辈来讲 他可以讲的你好 所以他也可以贡献的 他可以贡献的 你也可以贡献的 他慢慢就融入你的文化裡面了 那所以我覺得有這種gateway是非常重要 就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是他可以贡献 而且你真的不會 但是除此之外的都是你能收的 那這個時候他慢慢就會進入你的文化裡面 就不會這個要加入什麼 什麼什麼父母 什麼什麼自救團 我是沒有加入的 我有一些公司有加入 對 不小心是非常崩潰的那些經驗 因為你慢慢就跟他這個互相肯認 這個彼此的文化 那因為我玩 那這個有另外一群這個朋友 就是他的教育 他非常形成念書教徒 就是念玫瑰寂書 念書的 那他在之前就是公統那一次的時候 他教育就不斷回來出他一些 就是有一些特別的概念 然後包含磨獻倫之類的 那然後呢像這樣子的東西呢 我也沒有正面的去說他怎麼樣子 就是說磨獻倫 我也很喜歡磨獻倫 那同時就是我朋友去調查 在他們的議題設定裡面 而是就是就是我會跟阿恩就是講說 我很多的朋友 因為這件事情所以出軌 然後因為這件事情需要跟他們家溝通 他們的故事是怎麼樣 然後之類之類 那後來因為像我媽看相聲 她就看國文夜夜秀上面 當時有一個相聲演員 講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段子 那我就不破她的感覺 那就是就是就是你只要找國文戶家 我可能會找到 對那那所以因為像聲這個形式 她可以接受 所以她就定下了那一套論書 有各種各樣的方法 所以總之就是就是要跟她刮乾淨 然後然後去至少 那我每個禮拜至少打電話給我媽媽 講一個小時的話 那她上教堂也是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勢均力敵 所以在這個時候 她在工作的時候 決定就不領工作票 不但讓排隊的問題 就要以書籍這樣 那些合作用的一點 所以就是說 你跟她的感情基礎 就是要至少跟 就是她跟教授的那樣子溫固 那當然我是非常尊敬 她在教養人 所以其實我們見面也都不敢看 那所以大概就是 不是靠國文戶 還是找到公共價值的方法 來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就回答 最後一個問題 跟這件事情的關係 面對僵屍跟機器人大距離 比人數 對 既然說是僵屍機器人大距離 就不是比人數 可以嗎 比的是帳號數 帳號數 OK 好 OK 比不過對愛 這裡講的部分是矽谷 太平洋的對愛 確實他們賬號比較多 這個 真的沒有辦法 這個 我承認我認輸這個 對 請問有沒有什麼聰明的方法 什麼先進的方法 可以在網路上面增加神量 其實最重要的 並不是神量 最重要的是 她在接受到你的這個民營之後 她願意成為你的民營的一個散播性 如果你的這個民營的內聚力太強 打一個有點地獄梗的比方 就好像薩斯太早讓染到的人生命一樣 她其實沒有機會傳播到這個鬼 就是說 如果這是一種鋼鐵式的信念 那雖然有相同的信念 是有一股信仰 一股力量 那 但是她的破產體分弱 因為她的民營大概就是在內部流通 但是如果我剛剛那些很軟的民營 你包含獎項是什麼東西 你透過這樣的方式做的話 每個人都可以remix 那像戴嶽融光歸相當 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因為她那個PO的時候 那個人的詞根本就不是很紅順 壓育也成問題 然後她就PO到臉上面 那連的巴斯就洗臉 就是不斷提出更好的東西 當最後那個完成度至高 對不對 而且每一個參與的人都會覺得說 會被子狂呢 當然是因為我的關係 那所以就會去錄各種各樣的關係 就是有的沒有的版本 但上不見多種緣 其實我們佔領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那所以並不知道會不會去佔領 但是意思是說 你必須要一個佔領處的想法 來想這些事情 就是你的訴求 不管是大訴求 還是我們佔領的時候 是大訴求 其實對你來講卻已不可 但對於絕大部分的大家來講 你裡面抽取一個訴求 可以透過 只是因為跟她穿同樣的顏色 只是因為公開詞的修的詞 只是因為穿著像是你毛 說像是等等 能夠去連結出你的紅文層 這個時候她就自動幫你 活在這個秘密 那這個時候 這個感染的事情上 就不需要你一直去想一個人 因為社群的環境下 更有一次的活動出來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接著來 那我們真的非常感謝唐宗偉 這麼認真地回答了我們白同學們 各式各樣奇奇百怪的問題 從專業的外交層面 到為什麼文宣會放書院長的頭像 那我相信這一切都讓我們 我剛剛啊 我剛剛個人學習到一個最重要的態度 就是對於越來越多的數位工具 我們都要抱持了更多開放態度 還有學習的態度 那也要相信民間的朋友 民間的力量一定會為我們的 未來不管在政策方面 都能夠提出更多更好的那個方向 那我相信只要我們繼續抱持這些態度 在未來我們一定都能夠得到更多 那我們就再次熱烈掌聲 謝謝唐宗偉再來聽起來